菩萨是为了达到最高佛陀境地自我训练的历程 上座部佛教并不同意一个人必须成佛才达到涅槃 大乘佛教思想里面谈到诸佛的名称并非历史上的佛陀 而因为他们不是历史上的佛陀 所以上座部的佛教并不重视此事 也不祈求佛菩萨救度他们 佛菩萨是经过自我淨化而达到佛果 除非菩萨达到正悟境地 否则他们不能指导正道去救度他人 诸佛菩萨留住在正土里面不入涅槃 是为了一些祈求他们的众生 这不是佛陀基本教法的观念 上座部佛教不同意这些观念 因为这种想法是相信佛菩萨们 自愿留在正土不入涅槃一直等待 除非一切众生皆已得到 当他们说到众生 他们可能以为只是在这个行星上面有众生 按照佛陀说 众生无边 因为宇宙是无边的 等待一切众生皆入涅槃 这是无尽的工作 这种工作很清楚 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众生被愚痴和自私的欲念所困惑 众生生死轮回不休 永久没有结束 菩萨这个名词 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热切希望成佛 因为有三种菩提 例如正等正觉 辟知佛 阿罗汉 菩萨不需要是一个佛教徒 我们发现到 一些具有慈悲心的菩萨们 在今天的佛教徒中 或许他们不自觉 他们热切希望 而菩萨也许同样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当我们读到佛陀过去生中的故事 很难相信过去在某生中 他出现在佛教徒家庭里面 一些本生谈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投生于畜生中 但是在每一生命中 他培养发展得性 无论他是佛教徒 还是其他一切 莫拜菩萨 在大城和小城里面 有很大的差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